嘿大家好我是MNike 叫A夢或E夢 那今天我們要來講12月聯盟戰的第三集就是這個代測的陣容 那在講今天的內容之前呢有幾個點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那第一個點呢就是這邊這一集的內容會預設說你有看過第一集跟第二集 所以如果一二集有提過的話我就不會特別再去多提 那在聽的過程中如果有一些聽不太清楚啊或者說不太了解我在講什麼東西的話呢 也許可以回去看一下一二集就可能是我一二集有講過的內容或者是攻略這個樣子 那第二個點呢是這邊的陣容呢都是我看了日版的影片整理出來的 然後或者是呢我看日版的影片之後呢再根據台版我自己對角色的理解去配出來的陣容 所以呢這些陣容都不一定是可以運作的 然後也不一定是傷害最高的 只是在聯盟戰開始之前呢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就是大概可能可以用什麼樣的角色什麼樣的配陣去打給大家做一個參考這樣子而已 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馬上開始我們今天的內容吧 那首先是這個這個龍的部分 那龍的話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那龍的話一二三階段其實都差不多 那這邊呢 呃這一個陣容喔 就是這一個兩個月月的這一個陣容呢 這一個陣容是日版當初呢 呃一刀殺飛龍的陣容 這是當初一刀殺飛龍的陣容 當然母一米這個地方 我有看過用母一米的也有用狗拳的 所以兩隻應該都是可以的 那這個月如果要一刀殺飛龍一階段的話 可能就是這一個陣容啦 這個陣容是 呃機會會比較高的 那大家可以玩玩看試試看 如果我有試出來的話也會 呃拍影片這樣子 那法隊的部分的話應該就是這個啦 這個就是全明星隊嘛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疑慮 那像這樣子就是理論上應該可以打出最高傷害 就是該版本最強的輸出的陣容呢 我自己會把它稱為全明星隊 這算我自己自創的一個名詞這樣子 那法隊的部分應該就是全明星隊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只是 呃伊利亞還是可能自爆啦 所以專武的 專武的等級齁是越高越好的 因為專武是有給魔法防禦力的 好這龍的部分比較簡單一點 那再來是這個 呃第不知道什麼東西啦 反而二王啦 那這邊呢 呃這邊是這個二階段的 然後這邊是這個三階段的部分 好 那二階段的話呢 其實我會再想像這個樣子的二隊 是有沒有辦法行得通的 因為上面的這個一隊的這個物理的 這個就是全明星隊嘛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疑慮 應該都可以打到三百多四百萬的傷害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吧 但是呢 那這邊我會列出這一隊的原因是說 那如果是 考慮到二王的血量 考慮到二王的血量的話 如果要兩刀 把這個二王打死 也許的 這個二隊呢 就是有辦法去做的 就是說 你的一隊的物理隊 拿去打其他的boss 然後打更高的傷害 那你的二隊呢 拿來打這個二王 那二隊來說的話 你有可能可以這個 看有沒有辦法兩隊把這個二王收掉 或者說兩隊加這個補償刀 把這個二王收掉 那這樣子的話 一隊就可以挪去打更好的王 你就可以把並交啊 像吉塔啊 這一種比較一線比較T1的角色呢 拿去打其他的boss 然後來達到說三刀加起來的傷害比較高 這是一個考量的點啦 所以說 在這個二王的物理隊呢 你想要出這一個 比較豪華的呢 還是出 這一個比較偏二隊的陣容呢 就是看聯盟內部自己的抉擇啦 還有每個人的boss 不一樣去做的選擇啦 那每個月都會有類似這樣子的選擇 所以我每個月都會稍微的提一下 那二階段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全明星隊啦 那三階段的話 三階段雖然呢 他的傷害並沒有非常的高 但是三階段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於說他的防禦非常高 然後他的物防數算是蠻高的 那這一個陣容呢 應該是還不錯的 因為我看日版的影片的話 大部分呢 他們都會放月月 然後加克總 然後再加一個破防的角色 那可能會放江戶的扇子之類的 這個之前有提過 那台版有泳裝月月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泳裝月月的陣容 應該是會有搞頭的 我覺得會有搞頭 在三階段的部分 那下面這兩個就是我有看過 實際日版使用的陣容 這兩個都是實際有使用 有看到實戰的影片的 所以應該問題都不大啦 反正這個熊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大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就是二三階段的時候 可能都要考慮到 剛剛提到那個 要用一隊還是二隊的問題 這樣 只是如果說你要出兩刀法刀的話呢 那這邊物理隊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等一下會再提到兩刀法刀的部分 好那再來是這個三王 三王的話呢 這個部分是這個二階段的 這邊是這個三階段的 那二階段來說的話呢 應該就是這個全明星隊 然後這個全明星隊 是我有看到實際上場的 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物理的部分也一樣是全明星隊 所以就放一個法隊的全明星做一個代表 然後做一個代表 反正二階段就是物法都是上全明星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三階段的部分的話 我這邊分成三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部分是這個 然後這個 聖誕熊錘的部分 那這個聖誕熊錘的部分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那這個陣容的成型主要是說 因為他會推嘛 然後聖誕熊錘也會推嘛 他們會去做推的動作 把BOSS的小招給中段 那三階段的BOSS 其實麻煩的點在於說 他會對一二位進行破防嘛 然後再大決賽下來 然後非常的痛 所以呢 這個推呢 可以去把破防給推斷 然後讓這個 前面兩隻角色 不會因為這個破防的關係而倒 那就不需要補師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不需要補師 所以呢 如果你有聖誕熊錘的話呢 這一個陣容我覺得是可以 嘗試看看的 那這個是我有看到實戰的影片 所以這一個陣容應該是 確定是可以運作的 然後也可以達到可能將近四百萬 甚至四百多萬的傷害 算是還不錯 算是蠻不錯的 那再來就是 第二個部分 就是比較安穩的物理隊 那物理隊的部分的話 你放琴姐 或者說你放這個泳裝的可可蘿 其實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破防的部分就是 客總跟月月 那客總的部分換成泳裝月月 會不會比較好就不一定 那客總跟泳裝月月之間的優劣的比較呢 我在泳裝月月的角色簡單介紹 有提到過了 所以我這邊就不再多提 那有興趣的話 你沒看過可以回去看一下泳裝月月的角色簡單介紹 這個樣子 好 那這個地方就是比較按鍵的物理隊 大概是這個樣子放 那再來就是 法隊的部分 那法隊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跟這個 我都是有看到 實際日版的影片 所以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可是我這邊會比較prefer 就是這個 倩理的這一隊 那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這個 這個泳裝咲戀呢 在等下四五王 還會有其他的陣容可以做選擇 尤其是四王 尤其是四王 那這個等一下會再提到 所以我會比較prefer 這邊這個陣容 這個倩理的陣容 的原因是因為 泳裝咲戀可能會在四王有使用到 那這個倩理的陣容呢 那可以看到他是沒有使用伊莉亞 他是沒有使用伊莉亞的 所以說呢 這個陣容 他有可能可以去搭配其他王 然後使用伊莉亞 那這個是五隻王都講完之後呢 我再來提這個兩隊法隊的部分 好那再來是四王 那四王的話呢 一二三階段都一樣 所以呢 這邊就是只有列一種部分的配對 那物理隊的部分的話呢 我看到日版的影片就是這一隊 就是這一隊 這一隊算是非常的特別 那這一隊我覺得啦 我是認為他也是當初泳裝咲戀會被說是超級人權 然後這隻角色超級強的其中一個原因 那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是說 這一個月的聯盟戰 基本上二階段跟三階段來說 平均的傷害會落在四百萬上下 我覺得大部分的陣容都會打可能三百五到四百五之間 大概三百五到四百五這個區間 但是這一個陣容 這一個陣容的手動刀呢 他可以去配到四百到五百萬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陣容算比較特別的點在於說 他的平均傷害 就硬是比其他的陣容 其他的BOSS 其他的陣容 其他的配陣的手動刀呢 還有再硬是多了五十到一百萬 硬是多了五十到一百萬 所以呢 我認為這個有可能是 當初泳裝咲戀被說是非常人權的原因之一啦 就是如果你用日文去找 用這個BOSS名稱的日文去找的話 你可以看到好幾個不同的日文頻道 然後通通都有用這一隊 通通都有用這一個陣容 然後打出三百五到五百五不等的傷害啦 這個樣子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陣容應該是蠻關鍵的 那可能說 如果可以出這一個陣容的話 可以擊刀的話 那這個刀有可能三刀就把這個BOSS收掉嘛 就是因為四王的部分是有一千兩百萬的血量 那有可能三刀就收掉 兩刀多一點就收掉 所以應該是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這算是蠻有趣的一個陣容 那再來就是物理隊嘛 物理隊其實這個就是安全牌嘛 那物理隊的話呢 要注意一個點是說 不推薦使用母移米啦 那不推薦使用母移米的原因 應該你知道四王在幹嘛的 應該就非常明顯嘛 母移米那個天羅霸彈劍砍兩刀下去 彈回來還得了 所以呢這邊就比較不推薦用母移米啦 那法隊的部分呢我去搜尋是沒有搜到有人使用啦 可能是我 我覺得可能有兩個原因啦 第一個原因是可能是這個泳裝咲戀的陣容太強了 所以呢大家都使用這個陣容就沒有去用法隊 那第二個原因可能是因為我日文不夠好啦 所以我沒有找到 可能是可能是這兩個原因之一啦 反正呢這個法隊是我冥想出來的 那為什麼最後面這個地方放泳裝真步呢 原因是說他搜殼的時候呢 鏡華如果打一個冰錐上去暴擊 那我彈回來不就要滅團 這應該很好理解吧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地方也許泳裝真步 可以達到他的效用 就是在這個部分比鏡華還有好的點 在於說穩定性 畢竟那個冰錐暴擊的傷害也是十幾萬 那彈回來還得了非常的痛 所以泳裝真步應該是還不錯的選擇 在這一個地方齁在這一個地方 好那這是四王的部分 再來是五王 那五王的話呢這邊是二階段 然後這邊是這個三階段 那二階段的部分呢 呃這個第一個陣容是冥想出來的 那這個陣容我要跟這個第二個陣容一起講 那因為呢五王他比較特別的點在於說 二階段的魔防反而比較高 然後三階段的魔防是變低了 這樣子 所以說呃你以二階段來說的話 二階段你勢必要放一個這樣子的破防角色 然後勢必要放一個這樣的破防角色 那中二呢當然就是最好的破防角色嘛 因為他的輸出量夠 然後破防量也非常夠 加上專武後的永黑這個破防的覆蓋量是非常高 基本上就是全時滿破 所以這一個下面的陣容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我有看到日版實際有用這個陣容來打 所以這個陣容是絕對沒問題的 那還有一個沒力回血嘛 那上面的這個陣容為什麼會有這一個陣容 那這個陣容其實是我冥想出來的啦 就是說呃中二是來破防的嘛 那沒力呢是來補血的吧 那我為什麼我如果說放一個欠禮 然後同時代替這兩個角色 那他去做了破防 然後又去做了回血 如果他同時可以把這兩件事情做好 那我再多放一個泳裝真步 欸那這樣子我的輸出是不是可以再往上拉 我是不是可以把輸出再往上拉 我是這樣子想的 所以我覺得呃這個陣容在二階段的時候 是可以去嘗試看看他可不可以運行 如果說呃這個欠禮的回血有辦法補得過來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陣容他有一定的可能性是比下面的這個陣容的傷害還要來的更高 畢竟當初日版在打這一隻獅子座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泳裝真步的 也沒有泳裝月月的這兩隻都沒有 所以呢呃這兩隻的使用上可能台版就要特別再去思考一下 有沒有辦法用上這兩隻 然後來去達到傷害更高的陣容這樣 那畢竟說如果你使出一隊法隊的話呢 那這個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可以出上面的這一隊 那下面這個就是物理隊啦 物理隊其實就是這樣沒有什麼特別好說的 就是放一個情節 然後前面就全部搞定就這樣 物理隊就是這樣非常的簡單 所以我就不特別多題 好那再來是這個三階段的部分 那三階段的話呢 呃法隊的部分先講好了 那上這邊這個中間這個法隊呢 就是我在第二集的時候有提到過的 就是用七七槍去破防的法隊 那運作原料在第二集講過 就不特別再多題 這個是還不錯的 那上面的這一個陣容呢 是我在翻日版的資料的時候 有翻到一個這一個陣容 可是這兩刀的傷害其實是差不多的 大概都會落在三百七上下 大概落在三百七十萬上下 所以呃這兩刀應該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是看搭配啦 看你這個泳裝 呃咲戀有沒有要使用在四王或三王 然後看你有沒有這一個聖誕千歌這個樣子 那這邊呢呃講完這個三階段的法隊之後呢 我要特別講一下出兩隊法隊的點啦 那這個月如果想要出兩隊法隊的話呢 基本上的流程是這個樣子喔 就是說呃泳黑你勢必要租嘛 因為每一刀法刀都一定會有泳黑 這個就不多提了 所以你一定是會租泳黑的 那鏡華的這個部分他就會等於泳裝真步 齁鏡華這個部分等於泳裝真步啦 把它視為兩隻是一樣的角色去做替換 然後呢這樣就可以出一隊跟二隊嘛 那這樣一二隊的配陣邏輯就是說 我出一隊沒有伊莉亞的 然後出一隊有伊莉亞的 這樣子呢就有辦法去出到兩隊的法隊 就可以去出到兩隊的法隊 齁大概是這樣子的邏輯啦 像例如說呃我出這個有伊莉亞的 齁出這一隊有伊莉亞的 然後租泳黑嘛 然後呢我再出一個呃我再出一個這一隊 欸是不是沒有伊莉亞的 然後租安嘛 那我重複的角色是安跟永黑 當重複的角色只有兩隻的時候呢 這兩隊就是可以配在一起 這樣那下面這一隊也是一樣的邏輯嘛 就是租永黑跟安嘛這個樣子 所以呢呃就是在一王或者是四王 出一個用伊莉亞的 齁用伊莉亞的刀 然後呢再來在五王可能出一個不用伊莉亞的陣容 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這個月有可能可以配兩刀法刀的方式 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好那再來是這個物理隊喔 那這個物理隊呢也是我剛剛說 泳裝效率很強的點之一嘛 因為這個月他也是可以用的上的 那為什麼會說呃這個地方 泳裝效率好像會很強呢 那他主要的點在於說 後面這邊兩隻有輔助 有兩隻輔助角色嘛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兩隻輔助角色 那這兩個位子呢 這兩個位子他其實有四隻角色可以放 就是有四個角色然後你可以任意的選兩個 然後放進這兩個位子 就是C4取惡的概念啊 嗯對C4取惡國中數學嘛 就是這兩隻然後還有這個泳裝的可可蘿 然後還有原版的謙歌 原版的謙歌 這四隻角色可以呢 呃可以C4取惡的呢 放進這兩個位子 可以放進這兩個位子 那都是可以運作 都是可以運作 那前面的陣容就都一樣 那前面的陣容都一樣 所以呢 那這個地方呢 泳裝咲戀特別強應該 你了解這四隻角色的話 應該就可以感受出來嘛 在這四隻角色當中 增加攻擊力最多的 增加攻擊力的buff啊 暴擊的buff等等的這種buff類型 加最多的就是泳裝咲戀 就是泳裝咲戀了 所以呢 呃在這四隻C4取惡的情況下呢 你有放泳裝咲戀 那當然 理論上 是可以達到最高的傷害的 理論上啦 當然呃這個會受暴擊 會有浮動值的影響 可是平均來說 呃這個樣子 放這兩隻 傷害應該是最高的 那如果說 這兩隻你有缺的話呢 那下面這個 這兩隻 你就是可以任意的去替換 這個樣子 那前面的部分的話 克總我覺得 這個地方可能 沒有辦法換成泳裝咲戀 可能沒辦法 因為呃 五王的物防來到300多 300多的物防其實 稍微有一點高 那放泳裝咲戀的話 其實我會擔心說 覆蓋率夠不夠 因為泳裝咲戀的破防量 主要是來自於UB 他的小招破防量 不是很高 那克總是小招破防量很高 而且小招會 有跌到 他會有跌到兩層 小招破防的時機點 所以他的破防量 是非常足夠的 那以覆蓋率來說的話 我覺得克總會 可能會比較有優勢啦 這邊可能就沒有辦法 換上泳裝咲戀 那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長這個樣子 好 那今天呢 就是比較簡單的 其實還蠻詳細的 還蠻詳細的 跟大家介紹了一下 這五隻BOSS呢 最後大概是怎麼配 然後可以用什麼樣的角色 然後兩隊法隊怎麼出 一隊怎麼出 這個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下一集呢 就是聯盟戰正式開始的時候 那我們就聯盟戰見 謝謝各位